协助开启工作的直觉力与创造力 创新不是由逻辑思维带来的 尽管最后的产物有赖于一个符合逻辑的结构 这是阿尔伯特·埃因斯坦说的 历史上有一些人否定消极生命观 他们感恩熟胜难得的生命 知道脱苦与去天堂并非生命目的 他们心中充满了探讨未知与创新的欲望 但欲望归欲望 多数人在创新的领域交了白件 阻碍探讨未知与创新的原罪是思想意识 思想意识在本质上会运用知识、经验 与线性的思考逻辑去面对世界 但思想意识下的一切 不过只是博物馆中的历史陈列 不管我们如何整合运作他们 都仍不过只是重复陈枪烂掉的老把戏而已 无助于创新 许多的科学家或者艺术家的创作成员 并非来自于意识的运作 读者不妨思考一下 贝多芬的音乐知识足够协助他创作 那些如天籁般的交响乐吗 贝多芬自成创作灵感出自于莫名的来源 当他创作时 音乐会实时自动的出现在他脑中 他并不需要思考如何创作音乐 他说 当我独自一个人完全集中精神 或者夜晚无法入眠的时候 正是灵感最分配时 我不知道他们从何而来 也不能强迫他们的出现 我并非陆续地听到一个个的音符 而是所有的音符同时在脑中闪现 为什么爱因斯坦会天外来红 否定了牛顿的被人们视为真理的 时间与空间绝对性呢 他曾说过 他的相对论是先在直观中感受到的 然后他回头去寻找公式证明它 潜意识的运动模式与意识一意 他具有某种科学无法解释的直观 一些天才会利用这种直观去协助创新 与感悟真理 希望尝试与潜意识一同创新生命吗 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 因为知识是有限的 而想象力是无限的 它包含了一切 推动着进步 是人类进化的源泉 协助开启更高的智慧 佛教的托苦人生 托苦人生观呢 很切实际 因为众生的确充满了苦痛 但托苦只是消极的生命观 积极的人生观是在未知中创造 而创造需要超越思想的智慧 思想不是智慧 它只是旧经验叠加而成的老东西 表面上你可以绞尽脑汁 复杂滑利的去综合拆解或者分析记忆中的老东西 但仍然只是旧东西 局限的思想一直是秋进心灵的牢狱 历年来多少旧点范与信仰的崩溃 早就暗示了我们应该远离偏执的思想 如果我请你暂时停止思想 你也许会恐慌 会认定欠缺思考的生命是危险的 但你能够尝试 相信 除开表层的思想逻辑以外 在心灵深处另有一个更接近真理的智慧吗 这个智慧就叫做无意识 如果你想要寻求这个不可度量的 而且未曾谋面的无意识 你必须先勇敢地跳出可度量的旧思想 因为它们相互抵触 有前者就没有后者 有后者就没有前者 因为两者活动 两者活动与不同频率的脑波中 如果你愿意借由潜意识对话DIY 去探索未知满黄的内在 你可能会惊喜地找寻 找寻到超越表层思想的深层的智慧 当深层智慧涌现时 制约的思想将会自动地被格制 心想事成的宇宙定律已经给你开启 你必定会以载新的生命姿态 进行创造性的生命 协助提升心灵的自由 人们渴求拥有自由 多数人所谓的自由有两种 一种是拒绝什么东西的自由 孩子会对父母愤怒地嘶喊 我要自由 所以他离开家出走了 人们会抗拒什么 压力 暴政还是不公平 抗拒与自由无关 抗拒只是痛苦下的身影或者是对应的行为 它是外境冲击下的对立产物 不是单纯的真自由 一种是满足什么东西的自由 一个人对另一个人抱怨 请让我重情地享受生命吧 人们会想满足什么 金钱 地位 欲望 还是野心 满足也不过是小我放纵的渴望 它也不是真自由 苛求自由的自由不是真自由 它只是对抗不自由的渴望 与不安于恐惧 这两种信念下的自由都是假自由 拒绝是信念下的抗衡 而满足是欲望下的渴求 这两种自由其实都是一种反应 一种内在或外在冲动的结果 或者是呼应一种信念下的结果而已 不是吗 人们舍言希望在自由之下去寻找生命的目标 或成就创造性的生命 但如果不除去内在的不安 恐惧 愤怒 欲望 或者嫉妒心 自由根本就无法存在 只有一种自由是真自由 这种自由就是没有条件的自由 或者说自由的自由 自由只是一种无求的自然信念或行动而已 只有真自由才能寻找到生命 真正属于自己的目标 才能创新 才能发现真理 真自由可遇不可求 它只有在无恐惧于无可求的爱中 才会自然的萌发 只要存在自由 生命自当一切美好 想学习让生命下美丽的蝴蝶般 在当下自在的花唇中自由的飞舞吗 如果你的答案是 是请跨出蜕变的第一步 从DIY对话的练习中 驱除渴望不安与恐惧做起 协助开启内在既有的爱与仁慈 如果佛陀三千大千世界真实存在 相信这个大千世界有一个不变的真理 那就是爱 但许多人并未理解什么是爱 也不清楚爱并非仅有一种 不同形态的爱拥有不同的属性 有些人会以为当他们爱某个人 某个感受或者东西或者某个思想就是爱 其实连宽恕都不一定是爱 宽恕只是对错误无法认同的 认同下的宽容而已 多数人感觉到的爱是条件的爱 是私欲下的爱 是二元对立下的爱 它的反面是恨 所以在文学中 你会看到爱恨交织的字眼 去影射爱与恨的对立 条件式的爱是人性的秩序 真正的爱不是条件式的爱 不是感官上的刺激或快乐 不是欲望或控制 也不是满足或要求 真正的爱是无条件的 无目的的 它是一种灵性的自然流动 一种灵性自由的展现 一种平静喜悦的接纳 花儿并没有感觉自己很美 微风也不会自觉温馨 蝴蝶的舞台 只是飞翔的知情展现 美女的风华也不过是 有心人的觉知 如果你相信有菩萨 你相信菩萨有爱 那个爱只是你的感受而已 菩萨并为 菩萨并为知感 菩萨并为知觉到爱 他也并不需要得到爱或者释放爱 因为菩萨就是爱的天体 是反噬如来 真正的爱是单向的 它与条件式的爱不同 它没有对应的恨 条件式的爱是人间的 而无条件的爱则是神性的 条件式的爱是人们思想下的惨物 那无私的爱在哪里呢 无私的爱根本不假外求 它是你一直拥有的东西 它储存在心灵深处 只是被杂乱思绪遮盖了 你何必再求一个已经拥有的东西呢 爱是宇宙之极真理 而宁静无念的心灵素质 就是揭示这个真理的魔法 要想寻找这种爱 不能以思维下的我为中心来行动 或者寻找它 它只有在寂静无念的无意识中 自动地显现 当你能够在寂静中感受和领悟到 无条件的爱 那生命的奇迹将会在你的觉知中展开 在明心渐性下 你的生命将充满了 自我接受关怀与灵性的智慧 真理也将自由地展现在你的生命中 当无私的大爱流入时 这种爱会令你自动呈现完美的道德素质 主动地修复不平衡的关系 并自然地伸出援手去帮助陌生人 它将为你消融生命所有的割合与障碍 在潜意识对话 DIY持久练习与自我的静心中 只要除去内在的心灵障碍 均爱与仁慈 会自动地蒙现 这种蒙现的爱 将不再是思想架构下的某个概念或者记忆 不是苛求或获得什么爱 它是一种无方向性 无目标性的一种无条件的爱 一种超越感官 知觉 你只要张开眼睛看这个世界 用思想去思考这个世界 就会知道生命的真相 有没有可能你所看见的以及经验到的 都只不过是在自我催眠下的心灵投射呢 现代人的头脑失去了探知奥秘惊奇的能力 原因在于人的头脑是囤积者 是收藏家 它一直致力于囤积更多更多的金钱 知识或者是经验 但意识层面的信息只是别人的东西 或者只在大脑中东凑西谱的既往经验 用表层意识内有限的知识或经验 拼凑出来的真相 多半只是让生命迷茫的假相 它会让你与真相擦肩而过 思想下有限但杂乱无序的生命资讯 会促使心灵毫无多余的空间容纳真相 不妨想象一下 如果在大象拼图里添了顽皮豹或者红猩猩的拼图碎片时 你仍然可以拼出一头完整的大象吗 人们有机会接近生命根源 接近生命根源的知灵吗 如果你有兴趣找寻真相 可否请暂时放掉大脑的好奇 放掉像科学家般喜欢问东问西的习惯 冷冻你的思想 然后静静地坐下来 在宁静中内观 佛家参禅的先决条件呢 就是除尽妄想妄念后的无助身 无助身心后方能明心见性 达摩祖师和六祖开示 开示图众最要紧的话就是 万元放下一念不生 释迦摩尼佛说的更简单 就是一个蝎字 佛教的洞见已经说明 万元缠绕不尽 念头生死 念头生灭紊乱 则真理无门 参禅无忘 这些话都是佛学参悟真理的先决条件 对于上述的建言 你无法用大脑的寄往累加的资源 你去分析是否可思 只有亲身践行 才能告诉你真相 修行悟道的方法 记忆一来 记忆一意 妄想如何被排除呢 潜意识对话DIY 可以有效地帮你排除妄想 在进行潜意识对话DIY时 脑波会由 β波转入α波 或者 或者是更低频的西塔坡 或者是德尔塔坡 在低频脑波运作时 身体呈现极度的放松 β法波下的思想会静止 呼吸自动 运转 均匀 呼吸时 可以感受到身体同步的脉动 体内暖流四串 身体热转 有时呈刺 麻 或者痒的状态 时间挤进静止 空间不在 在此刻心灵会呈现清静 无念 无空 无实 无有的深层的禅定状态 并会自动涌现一种非意识形态的觉知或者直观 这种深层的禅定状态就是佛家中的明心见性 我们称它为无意识 当心灵处在于无意识的状态时 它会直接链接到某个科学上无法说明的某种网状相互交联的量子场 在交联中某种量子态的讯息会进入心灵 促成一些熟悉难解的身心灵的变动 例如说 你的心境会恒常的宁静与喜悦 充满了爱与仁慈 你会自然的留在当下 当你面对各类生命议题时 你会在内在升起某种非思想下的直观见言 这类见言会令你处理事情得心应手 与外围人际关系呈现一片的和谐 并且能觉知生命的真相 无意识可协助你链接到一个真相图书馆 生命的真相就储存在这个图书馆里 它会提示对生命的洞见与了入 一些禅修者也曾经经验过 在无意识活动时 会自动链接到另外一个 无法理解与定位的信息场 对经验过深层静心的人来说 无意识并非想象或假设 当它不现实 你根本不会怀疑它的存在或者可信度 你会觉得就是这样 或者必然如此 你会直接就安事地执行这个信息的建议 它是引导生命的美妙讯息 当真相浮起事 你毫不怀疑地知道 那个信息就是真相 就是一切的根源 知觉真相就像是知觉真爱 它就是如此的真实 你不必思考分析它 你也绝对不会问为什么 在真相前 大脑全然英雄无用之地 如果你对无意识的存在感感到好奇 那何妨暂时以不批判的态度 打开心房 放宽心念 将自己直如深层放松的静心中去 去自我经验无意识的存在 进行潜意识对话DIY时 如果能进入极深层的放松与宁静 你将拥有复制禅修者 静心中经历无意识的机会 在深层的无意识中 你会惊喜地感受到超越思想 能分析理解智慧与真相 潜意识对话DIY与静心的比较 潜意识对话DIY与静心的过程 和目的相似 但也有相逸处 如下 在觉知主动性时 潜意识对话DIY的引导 会被动利用语音协助内在的觉知 在静心的状态下 它会主动地进行内在的觉知 那当我们身心放松 宁静转深度时 那我们在潜意识DIY对话引导时 初学者呢 可以快速地进入身心的放松与宁静 那静心呢 是初学者不容易进入身心的放松与宁静 在阿尔法波的速度下呢 我们处在潜意识对话DIY的引导下呢 我们的初学者快速地转入低频的脑波 那如果是在静心的状态下呢 初学者不容易转入阿尔法波 那在转化潜意识模式时呢 我们如果是在潜意识对话DIY的语音引导下呢 我们会被动地由语音输入转化为暗示 那如果在静心的状态下 我们无念中就会没有方向感 那转化潜意识的效果呢 在我们潜意识对话DIY的引导中呢 是效果比较颇佳的 如果在静心的状态下 初学者呢 不太容易转化潜意识的障碍 那静心的品质 是在我们的潜意识对话引导下呢 是协助静心初学者能迅速地身心放松与宁静 放下念头 那初学者在静心的状态下 是需要长时间联系而获得品质的静心的 那么 这个DIY对话的引导和静心 在长远与功效上的区别是 DIY对话的引导呢 对引导深层智慧 直观灵感 生命真相的效果是较差的 那在静心状态下 对引导深层智慧 直观灵感 生命真相的效果是交好的 有潜意识对话DIY的语音 可以协助个案迅速地放松身体 疏解情绪压力与放下意识 所以它可以被静心初学者作为 初期练习静心时的辅导方法 但当静心初学者能够自行放松与平静后 就可以放下潜意识对话DIY 自行地进行静心了 请留意啊 潜意识对话DIY是初学者静心的辅导工具 但无法取代静心 聆听与潜意识对话DIY的注意事项 请找一个安全的室内聆听潜意识对话DIY 聆听时请勿驾车或者坐动态的操作 聆听前呢 请安静 请安排清静不被打扰的环境 例如关闭手机 拔除电话插头 聆听前呢 姿势是不惧的 以舒服为主 坐姿比较不容易在聆听时入睡 那聆听时请遵循语音的引导 安静专注且无念的聆听 每次聆听时要尽量的听完该单语 也可以参考我们潜意识对话DIY 90天心灵日记内的临行建议 等这些文章中话